今天是2024年的母亲节,早晨,愉快地接受了一老俩小给我做的鲜花卡片和丰富的早餐,之后我就开始穿上工作服,开始今天必须要做的翻地工作。 5月的长周末近在眼前,那就意味着大地已经彻底地解冻,可以开始全面地户外耕种。 上周我已经把地翻好了,老公同志已经铺上了码粪,刚铺好就下了几天雨,这样最理想了。 等干燥了两天,今天就是最好的翻地时机,地太湿,土就会粘在一起,如果太干燥,那就会粉尘四起翻起来也困难,今天刚刚好,不干不湿地翻起来特别合适。 我在翻地,老公同志在院子里边用各种水管和很多的接头来链接太阳能光板管控的水泵,水泵把井水泵出来,接上定时器,这是一项特别繁琐复杂的事情。 接好了水管,老公同志就开始用电钻挖洞种土豆,这些发芽的土豆都是我们去年自己收获的土豆保留到今天的。 我们从去年开始,为了防止杂草的生长,就在地里铺上了防草布,大大的减少了拔杂草的工作,还确保了土豆不需要和杂草争抢营养,是个特别好的主意。 老公同志种坏了土豆,就把低灌带准确地绕在每一个土豆坑边,看到每一个孔都在滴水,才放心地把防草布铺上。 我呢,继续在右边翻今天的第四块地,种的是胡萝卜,结果种子不够,没剥完就没了,那我就只有停工了,等明天买了种子再继续。 今天我在地里一共干了八个小时的活,我跟爸爸都蛮累的,就跟孩子们说可以出去买披萨回来,他们两个开车出去餐厅买了外卖。 七点半,大家都饿了,我也没时间换衣服,就先吃饭再说吧。 就这样,我把母亲节活生生地过成了劳动节,其实,节日只是一个提醒,提醒做孩子的在这一天表达对母亲的感恩,感恩母亲的辛苦劳作。 作为母亲,我也会感恩,因为为人母,也使我在不断地经历和感受人生中成长,跟孩子的爸爸一起相互成就,经营着我们温馨的小家。 当了妈妈,我越来越体会到养育孩子,其实除了爱和陪伴,更多的还有榜样的力量。 如果父母在孩子的眼里就是快乐,恩爱,积极进取,包容,理解,宽容的,孩子们的成长应该八九不离十的错不了吧。 只要在孩子小的时候,树立好了正确的三观,剩下的基本就不用太担心。 还是那句话,放下期待,人生处处有惊喜。 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